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放在神的身上呢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主耶稣在之前 祂告诉我们就是 很多东西在这个地上不是很重要的 是小的事情 尤其是钱财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 忠心的在这些不义的钱财方面 因为这钱财不是我们的 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是交给我们帮他管理的 这是别人的东西 不是我们永久的产业 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来对待这些的话 那神就能够在大事上 在真实的祝福上 在自己在永生 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跟奖赏上 我们才能够有份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 什么是暂时的 什么是永久的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在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然后我们看到了之后呢 来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我们今天要查的 我们就来读一下 我们也请了方式来读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四到第十八节 十四节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吃笑耶稣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真的是看不到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仍然努力要进去 凡修期令取的 就是犯奸淫 取被修之期的 也是犯奸淫 这是今天所要看的 之前我们就看到了 主耶稣他讲了这一切之后 好像是天经地义 很符合逻辑 大家都能够明白的 但是主耶稣讲了之后 法利赛人他们却吃笑耶稣 为什么吃笑耶稣呢 就是因为他们是贪财的 主耶稣告诉他们 不要把重点 不要把重心放在钱财上面 法利赛人就不服了 就一起起哄就吃笑了耶稣 然后耶稣就继续地来教训他们 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在人面前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 所以神却知道 人看为尊贵的 所以人吹捧你们 人看你们是尊贵的 人跟在你们的后面 赞美你们的时候 你们要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 看为可真物的 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当人称赞我们的时候 当这个罪恶的世界 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小心 因为这个世界 他们的重点 他们的观点 他们的价值观 跟神的价值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定是背道 但是我们要小心 当人人都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在神的面前好好守门自己 我们这样到底是神所喜悦的吗 因为这世界 他们的价值观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一直不断地变 先前的跟现在的不一样 现在的跟先前不一样 就一直是对立的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跟这些东西 这是上一礼拜我们看见的 然后这个礼拜我们看到 六十七十八节 就有点奇怪 十六节尤其 十六节 今天我们看十六节 就上星期我叫他 你们大家回去想一想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到底是在讲什么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我们不是因信得救吗 如果是因信得救的话 为什么要努力进天国呢 那律法跟先知到约翰到底又是什么关系 看起来好像很奇怪 很难明白 我们再看另外一处 就是同样的话 但是写得比较清楚一点 就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到第十三节 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 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然后呢 努力的人就得着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一言到约翰为止 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就比较长一点 比较详细一点 到底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又说要努力进去 努力的人就得着 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 为什么要叫努力呢 然后在这里又约翰 又先知 又律法到底讲的是什么 你们回家想一想 大家都忘了 到底在讲什么 来我们来分开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分析这红色的字 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然后呢 众先知和律法说一言到约翰为止 好像在讲什么 两个不同的时段 对不对 两个不同的时段 一个是从众先知和律法说一言 就是说什么 在旧约的时候 有众先知 有律法 众先知和律法说一言 就是旧约到约翰为止 也就是从旧约到约翰是在一个时间 是一段的时间 到约翰为止 然后呢 从施洗的约翰到这个时候 就是主耶稣在讲到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到现在 我们今天这个时候 从施洗的约翰到现在 到如今又是另外一段时间 所以主耶稣把整个人类历史分成两个很清楚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 众先知律法 书预言 从创世纪到约翰这个时候 为止是一个时段 旧约的时段 然后呢 从约翰这个时候 到主耶稣讲到 到今天又是另外一个时段 就是新约的时段 而分叉点在哪里 分裂点在哪里 就是约翰 从众先知到约翰 从约翰到这个时候 约翰是中间点 但约翰是这么重要吗 真的约翰是那个中间点吗 我们看一下 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有一个人 是从神那里猜来的 名叫约翰 就是说施洗约翰 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 施洗约翰 这个人来 我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 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官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所以约翰 其实是为主耶稣做见证 所以与其说 从众先知到约翰 从约翰开始 约翰是中间点的话 不如说主耶稣 就是那个中间点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约翰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 所以约翰所做见证的那位耶稣 就是整个旧约跟新约的中间 最重要最核心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主耶稣 所以我们看 刚刚我们在这经文当中 十六章十六节 也是同样的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一个时段 然后呢 从此呢 从主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就是从主耶稣开始 神国的福音 福音的时代 新约的时代就开始了的意思 所以这两段 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跟刚才 马太福音是讲的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从 律法到约翰 然后从主耶稣开始 神国的福音就传开了 所以说呢 这是新约时代 我们现在处在的 就是新约的时代 从主耶稣开始 就是新约的时代 福音的大门 大大的打开了 什么叫做 大大的打开呢 人人努力要进去 我们先分成两个两个字 人人 然后我们再来看努力 人人 要进去 人人就是指谁 就是无论是谁 无论是谁 是犹太人也好 法利塞人也好 是犹太人也好 西里尼人也好 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也好 无论是谁 甚至连我们 都有资格可以进去 人人 无论是谁 犹太人 外邦人都可以 就是福音大门大大打开 旧约有没有 非犹太人信主的 得救的 有 就是在他们那里 当时在他们那里 寄居的那些 虽然不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愿意来信 在那个时候愿意信神 然后跟他们一起住 跟犹太人一起住 一起生活 那些寄居的 神也拯救了他们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多 少数 但是现在主耶稣来 福音的大门 真的是大大打开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看到 就是非犹太人 信主耶稣的 远超过 远远的超过 犹太人信耶稣的 所以福音的门 真的向世界 大大的打开了 主耶稣说什么 要到普天下去 为他传福音 叫人因父子 圣灵的名施洗 让他们众人 万人做神的门徒 真的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 无论在哪里 非洲也好 欧洲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亚洲也好 南美洲 北美洲 每个地方的人 耶稣的名已经闯开了 福音的门 真的是大大打开了 这就是福音的时代了 然后 为什么说 努力才能进去呢 这个努力 不是叫我们 真的是要像以前我们所信的那些 要什么积功德 积福德 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行为 才能够得救 不是的 这个努力不是指行为 这个努力是指我们的意愿 我们心中的意愿 记得之前今天我们看的是第16章 路加福音16章 记得15章 上个月 国王牧师带领我们所查考的 对不对 就是那种意愿 你有一百只羊 掉了一只 我还是拼命的要把那一只找到 那种意愿 那种心态 我有一百块银子 只掉了一块银子 我还是拼命的 拼命的要把他找回来 那种拼命的 那种意愿 要得到神的祝福 要得到神的奖赏 要得到跟神在一起 争取跟神在一起的那种心态 这就是他努力的意思 就是愿意我们跟神在一起 记得雅各吗 记得雅各 他是怎么拼命的 要得到神的祝福 记得吗 他那种说 虽然雅各我们知道是一个 哇 又狡猾 一天到晚 就行诡诈 对不对 招摇撞骗 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 偷了他哥哥长子的祝福 然后跟拉班在那边 拉拉扯扯 用很多很多的手法 盗取他的羊 然后到最后呢 最后还跟神摔跤 为什么他把生命都豁出去 他知道那个是神 跟神摔跤谁敢啊 他豁出去了 他就是要珍惜神的祝福 他为了神的祝福 我们连命都不要了 豁出去了 就跟神拽交 那种心态 我们有没有那种心态 想要跟神在一起 其实放弃所有的 我们都要跟神在一起的那种心态 所以不是说我们的行为 是指我们的心态 我们有像15章讲的那种的心态 我们有没有像雅各的这种心态 所以上个礼拜 那个邱牧师也在讲道当中 也跟我们讲了同样的话 记得吗 菲律比书 二章十二节讲什么 我们要恐惧战惊地 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这句话 我跟他讲过很多很多次了 我们虽然相信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这一次信主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是神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 是神的应许 是神的工作 我们自己呢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要恐惧战惊地 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 我们很多时候要常常采怨自己 我真的信主吗 要采怨自己 我真的爱主吗 如果我爱主的话 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常常要审查自己 我真的爱主吗 我爱主的话 为什么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够爱心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要真的好好地审查 我真的信主吗 还是我的灵命倒退了 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 努力地查验自己 看看我们的心到底是对不对 不是我们要去积功德 积福德 去做善事 去侍奉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不是这些的努力 努力是努力地查验自己 看看我们的心到底是对不对 这就是努力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要记得了 这就是解释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的福音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好 有问题吗 这一节 这一段 这一段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最困扰我的一节 最困扰我的一节 但是感谢主 为我解开了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看 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呢 就是对法利塞人的警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重视福音 我们呢 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警告 对我们 要我们真的好好的去审查自己 我们有没有看重福音 福音是好消息 四番常常在唱 福音是好消息 对我们来讲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把福音当成是好消息吗 如果是好消息的话 我们有没有把它传开呢 刚刚经文告诉我们 福音 福音从此就传开了 怎样的传法 就是通过我们信主的人去传 如果我们真的看重福音的话 我们就会去传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那时候在去年圣经营的时候 我们就分享了很多 怎样去传福音 对不对 搭计乘车的时候 搭乘车的时候 搭乘车的时候 找机会跟人家聊一下 慢慢慢慢引入 引入福音 就把福音带出来的 我信主这几年 这许多年来 有时候跟孙长老一起搭计乘车 就学到他很多很多的功夫 你看看他跟那个德式司机聊天的时候 你就能够知道 他慢慢要把福音引进来了 他就慢慢聊天 聊天气 聊什么 聊了很巧妙的 聊了几句之后 他就有办法把福音牵进来 然后问那个司机 你有没有去过教会 有没有信主 然后把福音传出去 孙长老无论跟谁在一起 吃饭也好 坐在那边也好 看到人站在那边等车也好 他都有办法把福音传出去 真的好好跟他学习 所以我们也学习了 我有时候搭乘车的时候 搭计程车的时候 有时候也要问一下 有没有去过教会 然后把福音带进来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那边很多担章嘛 对不对 在下车之前 把那担章递给 那个德士师傅 说有空的话也来看看 想一想 也不用说太多 就福音的担章就给他就好了 有些弟兄还有更妙的一招 他跟他孩子搭计程车的时候 他说跟司机讲有时候比较难 他就趁机在德士上 跟他孩子讲福音 德士司机在那边 没有办法一定要听嘛 不听也不行啊 我没有跟你讲 我是跟我孩子讲 所以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开了 在去年在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讨论了很多很多这些方法 有没有看重福音 很重要把福音传开 我们有没有看重神所看重的 神看重的是人的心 看重是灵魂 那我们有没有同样的看重呢 还是我们还是一直该看重世界的事情 世界事情不是不重要 工作当然要好好做 对不对 不可以让别人在后面 讲基督徒的那种坏话 那些基督徒不会工作的 你看做事懒懒散散的 给他们做什么都做不好 不可以为神做不好的见证 如果有工作的话 当然要好好地去做 不可以为神做不好的见证 这是一定的 求学的时候 孩子也要好好地读书 不可以让大家说 基督徒都是笨蛋的 不会读书的 对不对 神赐给我们智慧 有书好好地读 但是在我们 神在这个世界赐给我们的工作之余 也不可以说知语 知语就是有时间的话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我们要好好做神 在世界给我们的工作 同时我们要好好地 侍奉神 好好的侍奉神 好像在去年 在参加圣经营之后 回到办公室 其实很好传福音的时间 大家都 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圣经营 就可以开始讲圣经营 里面就学的东西了 对不对 你邻居看到你 从圣经营回来 你刚才去哪里 我去圣经营 就可以把圣经营 圣经营是多好多好 我们在那边听信息 唱诗歌 要他们来教会 有很多很多机会 要看重神所看重的 神看重的是灵魂 神看重的是心 神看重是我们在地上 为神的工作 我们继续财宝在天上 我们愿不愿意 为神牺牲 那没有永生价值的东西 来换来 有永生价值的财宝在天上 我们真的要认清楚 什么是地上的 什么是天上的 上个礼拜 我们从提摩赛前书 就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我们是没有带什么东西 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不可能带什么东西 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有十 就应该知足 敬天 加上知足的心 就是大力了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 牺牲我们在地上的一些 没有永生价值的东西 来换取 有永生价值 在天上的财宝 郭欧牧师有一次就引用了 我忘记是谁讲的一句话 我们在地上 牺牲一些我们没有办法保留的东西 来争取 在天上我们没有办法失去的财宝 这是智慧的人 地上东西反正没有办法保留的 没有办法保留东西 我们应该失去一些 换取在天上 我们没有办法丢失的 你不要都不行 在天上的财宝 如果在地上好好的做 在天上的财宝 你丢不掉的 从不能住 盗贼不能挖阔笼去偷的 这主耶稣所说的 在天上的财宝 我们愿不愿意为神牺牲呢 最重要的 这点很多时候我们要好好地来思想 救恩 现在对我们来说 还是不是像起初那样的奇异 我相信很多人刚刚信主的时候 当他唱起义恩典的时候 一定流泪的 因为想到 这个恩典真的是那么的奇特 这么的起义 前我瞎眼 今我看见 每个刚刚信主的人 都有这样的感受 以前我们是瞎眼的 现在我们看见了 以前我们是遗失的 丧失的 现在被神寻回了 当当信主的时候 这恩典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奇异 The grace is so amazing 但是到现在 我们信主多年之后 这恩典 还是那样的奇异吗 当我们回想起 我们的救恩的时候 那种奇异的感动 是否还在我们的心 还是我们把它当成是普通的 信主多年了 Familiarity breaks content 对不对 一熟悉了之后 就没有这样去珍惜了 像开始 追女朋友的时候 追男朋友的时候 哇 多么的珍惜那种 在一起的时光 恨不得 巴不得 十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 结婚之后 多年之后 老夫老妻之后 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动吗 一样的 我们信主多年之后 这恩典 还是这样的奇特 奇异在我们的心中吗 Put the amazing back into the grace 重新的把那个奇异找出来 奇异的那种感动 这就是我们必须常常提醒自己 这也是主耶稣要提醒 这些法利赛人的 来我们来再看一下 讲了这些之后 十七十八节好像 大不上关系会不会 讲完了之后 主耶稣说天地废去 比教比律法的一点一化 落空还容易 然后又讲到凡修期又另取的是犯奸淫 取备修之期的也是犯奸淫 这两节好像搭不上关系 是吗 是搭不上关系吗 其实很搭得上 很重要的 之前我们看到十六节 主耶稣是讲了 福音了 然后呢 在这里他要警告 警告我们说 虽然现在是福音的时代 福音的大门大大的打开了 从约翰之后是新的时代 但是不要忘记 虽然是新的时代 之前的这些律法 不会废去的 虽然现在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 但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要提醒我们 要警告我们 旧约的那些没有废去 还是有效的 天地废去 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化 律法它是在旧约 律法的一点一化 落空还容易 虽然是在新约的时代 但是不要忘记 旧约的还是有效的 一点一化都不可以废去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主耶稣非但没有废去律法 而且要求比法利塞人的 要求还要高 之前讲到新约的时代 然后呢 主耶稣强调律法没有废去 不止没有废去 而且对律法的要求 比当时法利塞人 对律法的要求还要高 所以意思说什么呢 其实法利塞人 在那个时候也不达标 你要说你们高举律法吧 即使你们高举律法 你们也不达标 主耶稣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 就能够证明 法利塞人 不但没有守律法 而且他们 还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就讲到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就是有关修区方面 凡修区另取的就是犯奸淫 取备修之期的也是犯奸淫 就是仅仅的一条律法 就能够证明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的标准 其实没有达到神的那些标准 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就比较清楚 有些人说 马太福音的这段话 跟路加福音这段话 是同一个时间 有些说不同的时间 那没有关系 即使是不同的时间 主耶稣也曾经讲过 所以在这里 主耶稣只用了这句话 而代表以前他所讲过的 所以他讲过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19章3到9节 由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修期吗 这是法利塞人当时 对主耶稣的一个挑战 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 人无论什么都可以修期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好奇怪 突然间 无缘无故 问主耶稣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无缘无故 因为他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因为在旧约真的是有这条法令 旧约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纪二十四章一到第四节 我们今天时间点过就不读 我们就看这一点就好 人若娶妻以后 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 不喜悦的 就可以写修书交代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 然后呢 我们看妇人离开夫家之后 可以去嫁别人 所以为什么要这个修书呢 这修书其实在那个时候 对妇女是很重要的 不合理不喜悦的 什么叫不合理不喜悦的呢 你娶了妻子之后 然后过了不久 觉得他不合理 不可理 不讲道理 做事没有理由 或是不喜悦他 不喜欢了 就可以把他修了 好奇怪的律法 然后法利塞人还加了很多 什么叫做不合理不喜悦 他说如果这个妻子 做了一些让你移修的事情 让你丢脸的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修了 什么叫丢脸的事情呢 请朋友来家吃饭 他炒的饭不好吃 也可以算是丢你的脸 老了之后 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漂亮 丢我的脸 也可以修 所以在那个时候 这些犹太人 真的是这样的 不能讲脏话 真的是很不可理 真的是很 怎么说呢 就是很不好 不懂要讲讲 真的是很不好 真的随随便便 就可以把妻子修了 什么不合理的不喜悦 就可以把修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然后我们看 把整段马太福音 读完它 就是我们来 行的方式读 由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 都可以修妻吗 并且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样摩西 法利塞人说 这样摩西为什么 吩咐给妻子修书 就可以修她呢 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另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取纳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所以这是整段话 为什么摩西会给 他们那很奇怪的律法 不合理 不合你心就可以把它修了 为什么呢 主耶稣在这里 很清楚地解释 为什么摩西在那个时候 给他们这样的律法 是因为你们的心意 所以无论神云不云准 这些犹太人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那个时候 都会把妻子踢走 无论你云不允许 无论神云不允许 他们都会这么做 那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 那些妇女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其实是为了保护 在那个时候 女性的权益 这修书是为了什么 我们看到 有修师之后 妇人离开夫家 可以去另嫁别人 所以修书上会写 他不是一位当妇 他不是因为水性洋花 他不是因为犯了奸淫 才被丈夫踢走的 不是这个缘故 她是一个检点的妇人 她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只是丈夫不满意她 叫她离开 这修书就是保护她的权益 这修书上会证明说 她不是一个淫荡的妇人 所以这样的妇人 别人才能够把她娶做妻子 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所以他们有修书之后 他们就可以去另嫁别人 不然的话 身份不明 被嫁了 又被丈夫踢出去 一定是淫乱的妇人 没有人会娶她的 以后她就完蛋了 所以这修书是为了 保护他们的缘故 所以修书是为了保护妇女 让那些被弃的妇女 能够另找依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心硬 你允不允准 他们都会把妻子踢走的 这样的话 倒不如保护这些女人 让他们以后还是能够有依靠 所以这是治国之法 但是没有办法满足神道德的标准 虽然是国家的法律 这是你治国的法律 跟神的法律 有时候不是一样的 你要治国 很多东西 你必须有一些律法 所以这是治国之法 不是神的道德的标准 所以神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呢 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 神道德的标准就是 凡修妻另取的 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 如果妻子行淫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她修了 因为她已经破坏了这个婚姻的誓言 婚姻最重要的那个中心 她做不到的话 你可以真的在神的面前 名正言顺的把她修了 男的是这样 女的也是这样 所以若非不是淫乱的缘故 你把她修了之后 你就犯奸淫了 那娶了被修的妇女 也是在犯奸淫 所以这才是神道德的标准 所以国家之法 跟神道德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神道德之法 所以只有一个原因 能够离婚 在这里主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一个原因可以离婚 就是淫乱 奸淫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理由 能够离开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真的很难 摩西要治理国家真的很难 无论你答不答应 他们都会修的 所以摩西才给他们修书的律法 保罗也曾经说过了 如果你两个人不信主之后结婚 然后其中一个信主了之后 如果另外那个还愿意跟你住在一起的话 那就继续住在一起 但是因为你的信仰要离开的话 就没有办法就让他离开 保罗自己也讲了 所以这种东西是很难去处理 就是神的标准跟人的标准 这才是神的标准 所以神的标准是什么 夫妻之间二人成为一体 两个星期前 是两个星期前 应该是两个星期前 刚就是参加了一个婚礼 牧师一直强调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什么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什么叫做 就是离开父母 不一定是叫你要搬出去 在这离开父母的意思 不是在肉体上离开 而是你的心灵上 就是你长大了 现在你娶了一个妻子 你的重点就应该放在你妻子的身上 以她为主 就是不再以父母为主 在人际关系方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 神最看重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丈夫要把注意力放在妻子的身上 要维护保护妻子的权益 照顾好她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代表主耶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亲密 这样的圣洁 所以要离开父母 就是不可以一直在靠父母 不可以一直在听父母的话 也不是要你去忤逆父母 但是把妻子 他的意愿放在首位 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呢 属肉体而言 当然 对不对 属肉体而言 当然是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不可以在婚外有任何跟异性之间的关系 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不可以搞婚外情 男的不可以 女的也不可以 这是最基本的 是底线 虽然跟妻子在一起 脑子里还是想着以前的那个女朋友 不行 不可以同整异梦 虽然我没有在肉体上真的去放进你 在心灵上你就放了 一直跟身体跟妻子在一起 老想着别的女人 老想着别的男人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肉体是底线 但是我们不可以保留在底线 心灵上面 心态方面 只有妻子 只有丈夫 没有别人 心里不能够藏别的 这是心态方面 很多时候老父老师要问问自己 如果时间能够回转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发明了一个时光机 让你回去 以前还没有结婚之前 你还不会 还会不会选择你现在的妻子 你会不会选择你现在的丈夫 有时候我们要 自己问一下自己 如果真的有时光机倒转的话 你会不会说 早知道 我不会跟她在一起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的话 那你这个心态就完蛋了 还会不会跟她在一起 所以这是我们考验我们心态的问题 眼里心里只有她 没有别人 心态的关系 但是也不能够保留在这个程度 还要更高一点 属灵而言 属灵而言 夫妻之间 有没有灵性一样 一起追求 神的恩兴 在肉体 心态而言 非基督徒都做得到 只要那些结婚 超过几年的 然后你看到夫妻还很恩爱的那些 他们都已经做到了 不用基督徒 非基督徒 信主的 不信主的 无论你信什么宗教 或是没有宗教 这两点都做得到 现在是越来越难 你看报纸的统计数字就知道了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难 但是还是有的 但是基督徒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属灵方面 我们有没有合一 我们信奉的神 有没有一样 我们对神的追求 有没有一样的热忱 不是一样的冷淡 有没有一样的热忱 追求神的那种心态 有没有一样的热忱 一样的爱主 一样的愿意为神 为神 有没有一起想要把这个家 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孙子 把这个家 真的是好好的管理好 这个家在属灵方面 献给神 夫妻有没有一样 妈妈说 这个儿子不错 他要全时间侍奉 感谢主 让他全时间侍奉 爸爸说 不行 这个是要做律师 要做医生的 怎么可以 有没有一样的看见 心态有没有一样 所以属灵方面 也是要一致 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 不容易做到 最低的底线 属肉体而言 然后再高一层 属心态而言 但是这两点 没有信主 人都做得到 对我们基督徒 还有更高的要求 属灵方面有没有一体 有没有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感谢赞美主 还没有达到的话 我们继续的努力 我也要继续的努力 好 OK 因为时间的缘故 这个拉扫如 跟财主的比喻 我们回家先自己看一遍 我们自己回家 读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 这个在讲台上 讲过很多了 听过很多道 但是我们要 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 去学习 所以有时间的话 我们回家 自己看一下 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只是一个比喻呢 就像主耶稣说的 很多不同的比喻 这只是比喻呢 还是真实的事件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自己要看看 我们自己觉得怎样 这只是一个比喻呢 就像主耶稣讲的 很多很多其他的比喻 还是真实的事 如果是真实的 真实到怎样的一个程度 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吗 我们回家好好想一想 我们下礼拜 再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在天上 亲爱慈爱的天父 主我们感谢赞美您 今天主您 借着主您的话语 再次的提醒我们 主您的标准是什么 主我们承认很多时候 我们都达不到主您的标准 我们信主的时候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心灵是多么多么的受感动 在多年之后 我们的感动是否还在 我们起初对主您的爱心 是否还存留 愿主您帮助我们 时时刻刻来审查自己 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这恩典 珍惜这救恩 也把这救恩传出去 求主您帮助我们 我们求主您保守我们 以下敬拜的时间 在路主当中的弟兄姐妹 也求主您保守他们平安 来到我们这里 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赞美您 我们感谢主 我们如此的祷告 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 Amen 好 谢谢 下礼拜见 下礼拜